住在屯門家穴半島的44歲國泰空中服務員 上個月底在3日居家檢疫期內外出 除了引發望月樓群組傳染給9個人 相隔大約2個星期 再有懷疑相關的傳播鏈浮現 他去右一城望月樓當日 晚上也去過屯門愛定商場東亞大藥房買洗頭水 逗留大約5分鐘 曾經跟他接觸過的藥房南東主確診 他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做兼職受課員的女兒 早前已經染疫 兩個人所戴的Omicron基因排序 同空中服務員戴的病毒基因相同 另外藥房一家沒有打針 再多兩個人初步確診 是南東主的45歲太太和11歲的兒子 兩母子分別上星期一和星期三先後發燒 他的兒子潛伏期內曾經上學 兩個人曾經去過屯門黃金海岸商場 看張斯敏醫生 但當時沒有做檢測 醫生看症的時候 也只是戴外科口罩需要檢疫 我們都懷疑屯門那裡 可能真是有一些隱性的傳播鏈 加上有一些個案 就是最近這幾個個案 就是比較遲才發現 變成可能在社區真是有一些傳播 有個別的個案 也很多是沒有打針的 變成我們都希望呼籲大家 市民不要輕視如果有一點不舒服 或者像傷風感冒那樣 就是盡快提醫生和做測試 衛生處焦組也派人到東亞大藥房調查 又回查百度電視 有鄰近的店舖說擔心感染風險 當然是有風險 你害不害怕 整條街互相都在這裡吃東西 那裡買東西當然有的 這些東西沒得脅了 這些東西都這麼久沒得脅了 一定你做好自己衛生就行了 二十宗初步確診 亦都包括一個竹高灣檢疫中心的保安 同樣住在屯門 那個51歲的女人 負責在中心派物資和搬行李 和檢疫人士交流不多 靜影和同事一起吃東西 東局仍要追查 她是在屯門還是在竹高灣感染 為了方便居民檢測 政府會延長屯門區 其中三間檢測中心的開放時間 亦都會在星期三開始 一連三日在區內增設五個流動彩氧站 無線電視記者 劉俊玉到 新一波疫情爆發 要入住檢疫中心的人數急增 又是竹高灣隔離的市民 即使完成檢疫 仍然一次檢測都未做過 拍平相關安排欠妥當 本港接連出現感染群組 入住檢疫中心的人大增 但是檢疫中心人手懷疑不足 部分市民入營之後 遲遲都未做檢測 我們之前報導過的簡先生 因為家人是密切接觸者 而自己就是密切接觸者的家居接觸者 星期六入住檢疫中心 但是連日來一次檢測都未做過 他批評檢疫中心的安排欠妥善 簡先生原定昨天完成檢疫 已經收拾好行李 但是遲遲未做檢測 沒有陰性結果 變相要延長檢疫期 他說很無奈 為何政府做的事是這樣的 林鄭月娥 我都說得好像是很認真 好像是很嚴密 下面做事是不做事的 我覺得如果做事不是這樣 認真一點點都不 我不是 我已經吹了幾天 昨天打算衝關 你甚麼都不做 你找了我 你打算找我一年都可以了 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 我現在無料期地在等 你也有負責的 去到近中午 簡先生和工作人員理論 大約半個小時後 有工作人員幫他做檢測 衛生署的人員說 要等他太太的檢測結果 才可以離開 下午簡先生因為高血壓 不舒服要送院 衛生署說 如果他在醫院檢測情陰性 就可以結束隔離回家 當局昨日公布 新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檢疫期可以由21日減至14日 但之前已經入住足高灣的人士 是否都可以縮短檢疫期 衛生署就說 之前入住檢疫中心的密切接觸者 如果已經帶了兩劑新冠疫苗 並且驗到接種產生的抗體 也可以在第14日 檢測情陰性之後離開 只是現在取消打針和抽血的要求 之前那些人士回家 都是一樣的安排 都是在第19日做回檢測 張卓郁又呼籲所有緊密接觸者 和愛遊回香港的市民 減少社交活動 無線電視機就是中卓希普特 當局晚上7點開始 維豐北角楓林花園第三期 相關人士 要在凌晨12點之前接受檢測 目標明天早上6點半完成行動 當局說 這裡發現一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 初步顯示涉及變異病毒株 飲食業界說不期望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 提供足夠資助 認為最重要始終是重開晚市堂食 疫情再爆發 飲食業首當期衝要停晚市堂食 農曆新年旺季能不能做生意 仍然屬於未知之數 有酒樓說之前獲防疫抗疫基金 支助20萬 但是預計這兩星期已經虧60萬 就算政府再派錢幫助也不大 不排除要結業 人手是比較難預 我們預計之後 14月如果再延期的話 我們可能是百出一個月的薪金 對於我們剛剛少少復甦的飲食業 其實是相當沉重的打擊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說 希望可以彈性處理食肆營業時間 放寬度最多12小時 例如朝10晚10 或者朝11晚11 令部分食肆重開晚市堂食 亦呼籲業主減租 同樣受疫情打擊的旅遊業 有旅運公司說 持有的7家旅遊巴閒置了很久 但是仍要支付保險和驗車費等 每家每年開支大概4萬元 批評當局忽略業界困境 接種疫苗的中心 百分之90都是做旅遊業的 那些不是長遠計的 他們日後好回來 他們都會回來做旅遊的 難道全部人斬殺殺 去到做旅遊有旅遊了 再清一班回來嗎 根本沒有可能 趙海輝又說 自19年社會事件 旅遊業已經大受打擊 小型的旅行社和旅遊巴公司 在疫情下的經營狀況更加困難 希望政府能夠加強對業界的支援 工聯會就要求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 直接向受停工影響的打工仔 和支持未有受惠 從事分架、演藝、康體教練等的自由工作者 批發為期半年 每個月九千元的失業津貼 和發放一筆過一萬元的現金津貼 預計十萬人受惠 武仙電視記者澤遠文報道 一個21歲男人19年 在港鐵觀塘站外 以戒刀戒傷警員調警 承認蓄意傷人罪 下個星期一判刑 案發在2019年10月13日 警方接報說港鐵觀塘站出口有圖 警員到場的時候 當時讀中錄的許添力 用戒刀刺向一個警員的右頸 傷口長大約3.5厘米 警員部分煙喉管也被刺中 由聲帶受損,聲線沙啞 許添力當場被制服 被控企圖謀殺和交替的蓄意傷人罪 被告在庭上承認蓄意傷人 他讀出親筆的求情信 說過去因為不成熟、恐懼、受恨和愚昧 而犯下大錯,造成很多傷害 既然社會不要讓仇恨之心蒙蔽自己 因為仇恨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唯有以理性和愛才能解決問題 又說希望能親自向事主道歉 並且會承擔法律和道德責任 辯方代表求情的時候 呈上精神科醫生的報告 說被告患有自閉症譜是障礙 容易受人的延遲影響令行為失控 但是法官引述被告的司長 形容他非常正常 不接納有關的解釋 辯方代表又說 被告犯案的時候沒有預謀 出門的時候沒有計劃傷人 犯案時間短 警員受傷之後一直保持清醒 復康非常理想 但是承認襲擊警員和社會動盪之際 在公眾地方犯案 更加似向頸部要害屬於家營因素 希望考慮被告認罪 扣減四分一刑期 法官陳慶偉批准 將企圖謀殺罪全黨法庭 押後至下星期一判刑 無線電視記者鍾卓希報道 在晚上再有地方是要遺風強檢 當局指 今天發電一宗初步陽性個案 可能涉及變異病毒株 患者是51歲的女人 在祝國灣檢疫中心做保安 她住在屯門寶田村3座 晚上7時半開始遺風 授檢人士要在凌晨1點前接受檢測 目標是明早7點完成行動 曾經出席洪遺民生日派對的兩個確診女人 派對前到訪西營盤的私人處所 同場再多7至8個人送入檢疫中心 上星期一港區人大代表洪遺民生日派對 曾經到場的37和43歲女人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早前說 她們在派對前一共5個人到過乾樂道西115號 中心根證門牌應該是155號 各個私人處所同場再多7至8人送入檢疫中心 至於追查紅遺民生日派對出席者的進度 當局說餐廳有安裝閉路電視 但因為是新營運所以當時沒有運作 鄰近店或商場的閉路電視也拍攝不到攝氏餐廳的入口 另外空姐媽媽衍生的綠田園群組 引起的中信證券公司爆發 再多3人確診 累計6人染疫 新增的是兩個職員 和另一個患者的家人 她們潛伏期曾經到過港狗多處地方 其中一個48歲患者 潛伏期曾經去過多間健身中心 也曾經到過尖沙咀Club1 出席朋友公司的晚宴 同樣源於空姐媽媽的外用群組 大埔美申大廈印容家庭 再多1人初步確診 她上星期二曾經到過張君澳 日出康城地盤巡岔 上星期三到過佐敦明珠廣場10樓培訓 無線電視記者曾經報導 我們一起訪問 我們的視頻